大家好,加州热志 这一集的话题稍微严肃一些 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严重打击的加州甚至美国 如今拍摄取材大受影响 在所谓居家避疫的命令下 餐馆、观光景点、购物中心 所有娱乐场所悉数停业 所以我只好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讯息 在疫情爆发期间 美国联邦跟加州的申报所得税 截至日期,现在从4月延后到7月 而为了配合降低感染的几率 现在全美许多地方均采用居家办公的模式 避免人群聚集来造成疫情的爆发 有很多公家机关也用电邮或电话方式 来取代面对面的服务 举例来说 如果你是南加州亚利桑那州 与新墨西哥州的台湾侨民 有重大伤病的疾难 可以拨打电话2139233591向领事单位求援 不是疾难 你也可以透过电邮 tcolaatmofa.gov.tw 或者电话2133891215来掐寻 疫情延烧不免会引发恐慌 美国一样很多人在抢民生物资 以我的观点,这是传染病造成的灾难 你不至于造成失误短缺 你打开水源头有水 制造卫生质原料供应 稻米麦片的供应量力饥荒还很高远 牧场的鸡蛋产量稳定 实在犯不着透过疯狂抢购 抚慰自己的恐慌 照自己的布料生活 病毒恐怖 但恐慌也会要人命的 关在家人做什么 其实很多好事我们都做过 只是因为加快的生活布料以往 比如整理庭院的花草 下厨烹饪有趣的菜色 读一本好书跟宠物玩耍 整理成风已久的库房或抽屉 喝杯茶听几首好歌不是很惬意吗 仔细想想你能做的事情 其实不算少呢 你一点让我不解的 还是小新闻的四处流窜 每天滑手机看到这些讯息 让人直摇头 我建议各位按赞分享前 请先了解讯息的来源 没有作者署名 又是喊不出名字的媒体平台 谣言几率比较高 比如前阵子传出有人 因为违反居家避疫免令上街逛 判街坊人停居的聊天 被罚400美元 逼得警察单位出面闭谣 还有服务某种偏方 或者食材可以百度不清 一些阴谋论的观点 各位可以忽略好吗 有些朋友问 现在这个时候很可怕 不能逛街跟购物 原定的旅游都取消 在家上班还怕被老板开除 说真的 所有人都是一样 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尽可能在家减低 橄榄或被橄榄的机会 直到疫苗和药物问世 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 老百姓声音 政府也有听到 现在政府会针对企业和公民 发钱纾困 度过这段艰困的时期 新版纾困收益对象 必须是美国公民 每个人年收入七万五千美金以下 彩单四发放 直接存入户头或几支票 一个人拿一千两百美金 如果你是夫妇的话 可以最多拿到两千四百美金 对于一些 如果你在加州上班 因为残疾伤病被减少工时 甚至丢工作 此时可以向政府单位来申请补助 他们也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大家 包括加州残障保险和失业保险 补助方案还便急 因为新冠肺炎不得不照顾家人 而无法工作的人 申请者只要提供医生证明就可以 当大家的饭碗受到威胁 要找正面的信息 老实讲很困难 尤其是在面对新冠病毒中毁灭性的疫情 受威胁是人命 所以建议各位没事孩子待在家里 非不得已出门 请记得舆论保持社交距离 用挥手去带握手跟拥抱 多多洗手 不要碰脸 戴口罩见能见智 如果你怕被飞沫橄榄 确实可以考虑